好 除了各位观众来持续带您关心一下凯峰timing的一个状况 那可以看到现在记者人就在高雄大树区的这个佛光山前 原本呢前方是有这个一座停车场 不过旁边呢就是这个高平溪 那由于这个雨量的关系呢 高平溪是直接整个暴涨 可以看到呢水是整个打上的提案 完全看不到这个提案 水面呢是直接覆盖到了这个停车场来 现场是直接成为这个一片汪洋 可以看到呢原本这个前方还有一座这个协装桥 不过由于雨势及风势的关系呢 现场几乎是雾某某一片根本看不到 那其实前方呢是有很多的这个告示牌 都已经被淹在这个水里 那其实现场呢这个雨势及风量都是相当的大 气象处呢是表示在高雄今天 这风速呢至少会来到这个七级以上 可以看到呢这个高平溪是整个暴涨淹到了这个停车场 现场的状况是相当的触目惊心喔 那其实现在呢是没有相关的一些人员在这边 不过呢也是要提醒民众出门在华尔的话 一定要相当留意 以上是现场最近情形我们交换给彭内 好 通道是在高雄状况 市区也是风雨不断呢 前阵中华路跟凯旋路交叉口知名百货旁边的路段 淹水一度达到三十五公分 轿车跟机车全部泡在水里 新主播现在记者呢是在这个前阵区的中华路 还有凯旋路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地点就在这个高雄知名的这个百货公司旁边 这个地区呢转弯处可以看到现在有一大片的这个急淹水 而且呢靠近这个曼车道的部分 水深呢目前还有一点这看不清楚路面 根据这个高雄市政府的这个讨计呢 刚刚这里水深差不多有这个三十五公分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路边呢是有一辆自小客车 就抛锚了停在路边 而这个路段呢由于现在这个时间越来越早的关系 所以呢其实这边的车流量也不顺小 而且不只是对这个自小客车的这个驾驶来说 这个开车有风险 其实对这个机车骑士来说是更危险的 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机车骑士呢 根本就不敢骑这个慢车道 还要骑到这个快车道因为就是怕这个 慢车道呢这个路边这个急淹水的情况比较严重 看不清楚路面的情况之下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骑过去呢不知道水深也不知道这个路面有没有坑洞 所以呢有一些骑士甚至是冒险骑在这个快车道上 就是为了呢希望说能够看清楚路面的情况之下 骑过去比较安全而且呢可能也比较不会有这个抛锚的危险 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高雄市区这个风大其实呢雨也是一阵一阵 像现在呢可以看到这个雨也是蛮大的 所以对有一些这个民众如果要出门的话 其实经过这些机烟水地区呢真的是得非常的小心 以上是来自现场的情况主播 来看看台南仁德这个情况就是在中正路一段 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上的这个加油站 这个员工呢水深大概已经有到他的脚踝的部位 目前呢是没有任何车辆的在加油 这个驾站员工也很无奈像这种天气这种淹水情况 恐怕不会有生意来听一下他的访问 啊现在可以工作吗营业吗没办法 对啊还是要持续上班就对了 没有等一下站长会过 啊你们这边是不是这个加油站是不是长烟 还是今年第一次烟啊 没有长烟啊 长烟啊大概都是这个状况吗 看看这个现场激烟水的情况 这个机车骑士用轮经过这里这个速度都得放慢 因为呢这里还有这个路段在施工 可以看到一整排的道路都有这个交通锥 甚至有这个工程的警示牌 有些地方呢乍看之下不知道水淹了有多深 所以在经过的时候真的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现在呢这个风雨还在持续当中 这个激烟水情况恐怕短时间之内也没有办法消退 这里是南投信义乡的玉山路 持续来带您看一下现在最新的状况 现在呢已经有出现了怪手 多了一台怪手来挺进灾区 那么沿途呢还是陆陆续续的 由这个土石被冲刷下来 那么现场呢这个黄泥流的这一条路呢 就是玉山路那么也不时看到说像是有一些轮胎皮 还有这个树干倒塌被冲落的状况 像是现在我们前方有看到这个水桶呢 其实也是沿着这个高处的不断的快速的漂流下来 那么其实呢在这个路的我们看过去路的这个左侧呢 其实是有好几户的当地的商店还有住户 那么其实他们都是重灾区受灾户 因为呢其实是从昨天夜间的时候开始一阵暴雨 一直持续到现在哦 雨是不断的状况下 那这个山上的土石呢 是沿着这个溪流野溪是直接被冲刷下来 那么甚至是直接灌进了他们的家园里面哦 那么今天早上呢他们是整夜没睡之外 一大早就开始来这个清扫这个家园的积水哦 那么现在还在持续的清除当中 那么现场呢我们也问到了居民说 昨天请教一下大哥是说昨天印象中 大概是从几点开始不断的暴雨 差不多六点都开始就 几公里就很大了 那今天早上一起来看到这样的状况 有没有就是其实比预估的还要严重 只是意外而已 怎么说 因为他昨天晚上就睡觉不晓得 不晓得 那村长有没有来提醒说大家要注意 村长哦 村长可能太忙了吧 他有巡视就是了 那现在啊我们这条路的路况啊 是不是到处都有一些摊房浮石流的状况 应该整条路到东浦的地方都有 是 东浦是不是更严重呢 东浦应该会比较严重 那这条台21线嘛 那现在这个状况是不是其实只要下大雨 就会常见吗 下大雨还好 只是像这个台风天 雨下太多了就会啦 持续不断的暴雨 因为这个是每年台风 只要有进来都会有这种情形 是 那像是在路边的那一排的住户 他们是不是水都灌进家园 我看他们住户水 那个上面那个几乎 几乎每次都会泡水 是 我们也可以听到居民呢 是说到在这边呢 其实只要是暴雨不断的情况呢 就会几乎就会出现这样子小型的摊房落石 不过昨天开始 因为这个大雨不断 因此呢 其实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子 大量的土石滑落下来 那么现在重型积聚呢 是不断的挺进灾区 要把这个道路给疏通 那么稍早呢 其实有看到这个居民为了要 通行到他们家里面 因此呢 也是骑着机车非常勇猛的是直接涉水而过 那么幸好是没有发生任何的人员伤亡 以上是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资讯 现在先把镜头交给在宜兰的舒函 好 各位观众 继续带来关心台风凯米的最新情形 首当其冲的宜兰 其实各地呢 在经历了昨晚一整夜的风雨交加之后呢 各地都有传出灾情 也有淹水的状况 而我们现在也实际来到了七贤村 我们现在来到村民的家 其实看到这个场面 可以说是非常的震惊 也非常的震撼 我们看到呢 昨天的淹水的高度呢 其实有来到一米半左右 而现在呢 仍然是有少许的积水是在这个地板上 那我们看到包括了木制的桌椅啊 还有柜子以及电视呢 全部都是浸泡在了水里 而除了客厅之外呢 其实房间呢和厨房呢 也都有发生这个淹水的状况 我们来看到这个画面中 可以看到呢 两台如此重的冰箱呢 是全部都泡在水里 就是因为昨天的积水真的太严重了 是直接将冰箱冲倒了 而对此呢 屋主也有最新的说法 帮带你来听 昨天大概五点多开始就 有开始淹水的现象 然后大概到六点多 将近七点 大概已经到 已经快到脚踝了 然后说是说室内啦 那室外就更严重啦 因为我们室内都有电高嘛 那大概到八点多 那都已经 室内的话大概都已经过腰了 所以那速度非常快啦 还损 大概两三百万吧 是可以听到的 吴主事表示说 其实从昨天五点开始到凌晨呢 就是一路淹 淹到了一米半左右 也是因为这个淹水太高 导致没有办法居住 所以他们也往上跑到了阁楼 来进行避难 他也直言呢 其实从来没有看过 那么如此严重的台风 而目前呢 这里也已经出动了 六台的抽水机 在这一块区域呢 来进行抽水 不过村民就直言 其实远远不够 希望接下来 会有大型的抽水站 避免这种淹水的事情 再度发生 那以上就在宜来问 这一情形 我们再把先镜头交换棚内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这是在屏东的临边乡 水利渔港 现在因为潮流 再加上大潮期间 所以整个渔港被淹没 透过画面看到的 这一个就连安检所 其实呢 真的也都是泡在水里面 因为呢 他就紧淋在雨港边 因为大潮再加上 这一个吸水宣泄不出去大雨 所以呢 造成了这一个安检所 几乎都是泡在水里面的 根据安检所里面的人员表示 现在呢 是无法出入 有六名的留守人员困在里面 另外一方面 除了这个安检所 泡在水里面之外 旁边的养殖业者呢 也表示说 整个晚上的大雨 造成旁边的水泥护栏呢 整个的崩裂 甚至是连冲水马达呢 都掉到池子里面去 水池里面养的这些龙胆石斑 可不可以挺得过台风 也让他们相当担心 荒二色的泥巴水覆盖的路面 整条马路全都变成了水路 这是斗南镇的林子里 因为邻近的大湖口气暴涨 导致四处亡羊一片水 蔓延至了马路 甚至高度一度到了胸部 桥梁紧急封闭 附近林子里严重淹水不断有灾情传出 斗南镇林子里的新一路 里面没有住户 但是呢 有两家的工厂 良民员工刚好又撤离 另外呢 也有车辆以及灭顶全都泡在了水里面 还传出有住户受困 消防队开了橡皮艇进去 赶紧救出受困的两个人 另外有阿伯非常的心酸 他说现在不管是田里或者是水沟 以及他自己的家里全都淹了水 那边是在这里 倒不出离 这边是在那边倒掉 哦 没有我们这边 落后落酒了 对 结果 这边倒不掉了 什么时候开始淹水的 差不多三十四点 凌晨三十四点 有之前有这么严重过吗 四点半 之前有这么严重过吗 有啊都淹到那个 我说以前 有两次 另外在云林七十八快速道路 陡南交流道下 因为溪水暴涨的关系 积水越来越深 省到两车三个人脱困 而在陡南的石柜车站 也出现铁轨淹水的情形 开铁公司因应凯米台风 列车行驶做出了调整 资讯有所更等 旅客如果不确定是否行驶 可以先上网来确认讯息 来看看高雄山区情况 目前在桃园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滚过里的溪水非常的湍急 而且有一些这个溪水 甚至已经逼近了这个桥面 是属于这个暴涨的情况 这个附近的民众看到这个场景 简直是触目惊心 而不只是在这个桃园区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茂林 雨是相当的大附近的民众 拍下了激烟水的情况 来看一下稍早的情况 整个茂林区是高雄市雨量最多的地方 三个小时内光是在这个多纳领道 这个地方的观测站 这个雨量就超过两百四三毫米 另外在多纳也有超过一百八十毫米 而雨量累积的部分呢 其次是六龟还有这个桃园区 目前雨势比较大的地方 都是在山区 提醒民众小心 暴雨来袭 桥下轿车闪着黄灯 全部泡在水里 水深已经高过轮胎 甚至淹进车子里面 旧驾驶把车停在这里 人在车内休息 睡到一半醒来发现 怎么水淹了进来 恰都吓坏了赶快报警求助 是什么样的状况 睡到一半就淹水了 下雨天不用觉得说 这边可能会淹水吗 没有 因为那个这么高 就醒来就已经到那个脚上了 事发在南投市猫罗西旁的顺西南路 今天早上五点多 因为大雨溪水暴涨 导致水淹进车内 而警消货报道场 发言民众已经自行脱困 现场目测超过三十台车泡水 其中有车主一大早回来车上要拿东西 发现爱车进水也是相当傻眼 而警方赶紧在现场拉起封锁线 防止有其他民众进入 本来就已经到此了 我现在是在头了 我先拿到这一天